一个23岁的女儿,长相清秀,性格温柔,是一名幼儿园教师,自己因为王没有时间照顾女儿,所以想找一个盛名女婿来照顾她。 这位爱女心切为了找到盛名女婿,给出了极其丰厚的嫁妆,一栋已经装修好的房子和一辆价值100万的车。 而她对未来女婿的要求是,本科专业,有经济头脑,学经济的最好,人品好,身高1米745上,不不良是好。 今天,爱女心切带着女儿一起来到了我们欢迎爱宫林,寻找期待中的缘分。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爱女心切的陈阿姨和她的女儿圆圆出场。 陈阿姨好。 诶,怎么只有您一个人出来了呢?圆圆呢? 我觉得女儿必定太年轻了一点,所以我这个当妈的,我就先替女儿海选一下。 啊,这倒是头一回遇到这样的情况,那您先请坐吧,阿姨。 嗯,那是我有一个问题,你把你感觉好都留下了,那您女儿愿不愿意啊? 不要声明一点,我们家也是特名字的,我的意见只能供她参考。 嗯,最终她来抉择的。 好,那阿姨是不是首先来跟我们说说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帖子的? 我先把我们家的情况说一下吧。 行行行。 我们家呢,我是做餐饮的,而且生意也特别好,那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五个分店,平时我就特别忙,一点时间也抽不出来。 所以我就想啊,找一个上门女婿,她至少可以帮我照顾一下女儿,而且还可以帮我打点一下家业。 我跟你说,我要是你的话,我绝不把我又就是丰富的调节性说出来,我仅仅就想找个女婿,没别的意思。 我必须也是过来人吧,如果小年轻,她打的算财,我可能心里边也猜得到的。 那您这个上门,除了要经营之外,还体现在哪呢?就首先他们俩以后的孩子吧,我想肯定会跟我们信好。 对,就是她肯定会要放弃她现在的工作,帮我打底。 如果说我上了门了,看这房子是不是我们的小两口单独住,咱妈是不是也跟着一块住? 一块住吗? 肯定要一块住,肯定要一块住。 肯定要一块住,那不行了,那不行。 咋呢? 我们小两口挺恩爱的,突然戳了个老木喀之眼的老人。 这个是我受不了的。 我们的生活习惯也不一样,我们的生活作风也是非常现代的。 可是老人让你照顾怎么办呢? 照顾我可以请阿姨,我们可以上门去照顾她。 一套房移两车,称阿姨想用200万的嫁妆吸引一位女婿上门。 两儿就单单和丈母娘住在一起,这一点就招致了乌颜老师的强烈反抗。 从男人的角度来讲,当上门女婿就真的这么委屈,这么烦吗? 其实啊,现在年轻人买一套房子不容易。 那么比如说有这个房子,我都愿意,你淡化这个,我上门女婿这个意思,就是这房子给我们的小两口,我会很感激你的。 但是如果说,就要来当上门女婿,我说,我懂了。 给你房,给你车,还给你个媳妇,多合适的事,你怎么不去呢? 来,就直接让我们男孩子生了豪吗?我生一个,应该姓吴的,怎么就姓猴了呢? 她只是个伤妙而已,姓什么都不可以。是吧?没问题。 没想到你,你这么庸俗。 这就是属业老师。 这可能,这可能也是就是我们二眼男嘉宾可能会遇到的一个心理障碍。 就是对于男人来讲,上门之后,你这么多复杂条件,会莫名的让我的自尊就是踩上一把刀。 其实呢,本身我们男人都大胆的,那关键是有一些附加条件,让我们觉得有些不舒服。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你是会接受呢?还是会,就因为不舒服,就不接受? 那倒不一定。如果这个,我确实爱这个女儿,我可能会接受。 勉强接受。 勉强接受,但是呢,我真的不希望丈母娘告诉我说,你应该都是没发扫拉西。 我希望你淡化她,不要让我去成为一个很强烈符号的我说,我随时都在上门女婿。 每天我如果表现不好,请,你帮我扫地出门。 我们的心态不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是我求你上门啊,不是人家上门。 我跟你说姐妹啊,当时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就不是你想的那么好了。 可能你推门看,你的姑姑也正和你的女儿吵架。 你不听话,走吧。 你一句话很自然的一种流露。 可是在上了她的致命心。 我觉得我这个人特好处。 真的,不用那么多担心。 如果实在你女婿有所顾忌, 太怕怎么丈母娘到时候一脚踹出。 先把车或者房给她写。 哎,我收了你的前提前给她。 对。 完了,你今天老是说,这一切是我侍舍给你的。 但是关键一点,她必须对我女儿好。 一共将近200万的嫁妆,对男人们来说,会是一个不小的诱惑吗? 这上门女婿当还是不当,还真是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演播室的男嘉宾们,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在这里呢,我实在是不想宣布这样一个结果。 我们现场现在是出现了一个一边倒的状况。 现在所有的男生全部坐到了NOTI。 哎,这个结果都是我没预料到的。 那边,那个。 文亮对吧? 哎,对对对。 我看你,在一表人才的。 你怎么会坐在NOTI? 阿姨,您好。 哎,您好。 我觉得您今天特别的不尊重我们。 为啥呢? 我今天专程从单位请假过来。 然而,等到现在,没有看到我的相亲对象。 那我女儿肯定挺漂亮的。 正好,我手机里有她的照片。 我给你看一下啊。 哎,看见没有? 看到了,看到了。 女儿挺漂亮吧? 你看见阿姨,你不会,阿姨挺丑的吧? 女儿肯定会挺丑的。 是,是,阿姨,您的女儿的确挺漂亮的。 但是,您刚才提出的那个精选、海选。 这又不是缘秀。 我觉得让我很不舒服。 我在想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家特别有钱吗? 小伙子,你这样说阿姨,我就觉得你太不尊重阿姨了。 你肯定也是有母亲的吧? 你有。 对,你要理解一个做母亲的心情。 你是生气,我远远没到场。 还是你根本就排斥做丧门礼器。 我觉得您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自在看人。 如果我要到您的家庭去的话, 我觉得肯定会被你使唤过去,使唤过来的, 得不到一丁点的尊重。 你其实还没跟我相处, 你就断然的下极论。 这样挺不好的。 对不起阿姨。 没关系的啊,我女儿找得到的。 好的,那阿姨,现场这些实惠的在诺区的男嘉宾, 你还想问一问哪位男嘉宾? 我看看啊,高的那个。 小伙子,你也挺不错的啊。 轻轻秀秀的。 你怎么坐在诺区啊? 那个阿姨,我想问一下, 既然您的女儿条件那么好, 而且您家庭条件也是这么好, 为什么会找不到女婿? 是不是您对我们这些男嘉宾有所隐瞒啊? 你害怕什么? 对我不太相信天上掉下边这个事。 小伙子,你太多虑了, 但是我觉得你很谨顺, 这一点我倒是蛮喜欢的。 我想问你一下, 你今年多大? 我今年26岁。 你在哪个地方工作? 银行。 挺不错的。 我想问你一下, 你打算你这三年, 你有什么规划? 30岁的时候嘛, 爬到我们所主任的位置就可以了。 我们就打算一辈子做工夫阶层了。 我觉得银行嘛, 工基金啊, 还有福利待遇都非常的高, 而且十分稳定, 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挺可惜的,阿姨只能觉得, 你跟我女儿倒是挺单配的, 待会儿我女儿上来, 你再看看, 考虑考虑怎么样。 好,谢谢。 好,阿姨, 在诺区里面, 你还想问问哪位男孩子? 那个, 坐在角落上的那个, 哎, 穿短袖的那个, 黑色的。 杨根海。 小伙子,你好。 你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你, 走自己的路, 管他的, 劝他的吧, 谁在背后, 嚼你舌头的, 你根本不在意他。 但是我觉得你活得有点累, 真的。 其实我想说句话啊, 这个男孩, 哪个结婚的都, 那个男人都不忘了, 娘家跑, 抱怨我们娘家跑啊。 实际上来说, 你上不上门, 你结了婚, 就是人家的儿子, 人家的人了。 对啊, 就我们已经上门了嘛, 我们自己的老妈, 老爸都没有管, 到你们家去了, 那你没有必要在我这个上面, 再印一个吧。 哎,对, 这个问题就在你身上, 说实在的, 你没有必要强调上门女婿。 我有儿子, 我接了媳妇, 他照样上娘家去。 所有的男嘉宾都坐在了闹群, 这一方面, 当然是由于男嘉宾的面子问题。 而另一方面, 又何尝不是因为爱情主人公, 远远的缺席呢? 那么远远的出场, 能否让这些男嘉宾们, 改变心意呢? 好。 好。 喂,你好。 来, 跟妈妈吃天去吧。 园远果然是个, 明天抑郁丽的小美女来的。 我在想, 你所工作的那个幼儿园, 可能是爸爸接送孩子, 最多的一个幼儿园。 园远对于妈妈, 就是来帮你找这个校围女婿这个举动 你是支持的什么 是的 但是其实我不是在干头 那你干嘛同意阿姨到节目中 帮你这个招女婿什么的 主要是 首先吧 我觉得妈妈一直带我特别辛苦 所以我就不想因为这种事情 给妈妈添麻烦 然后我妈呢 她这个人又特别执着 就如果你越劝她 她就越来劲 所以 你是怕那种越阻止妈妈 妈妈越思路的给你去找了 对 然后我觉得今天来肯定 就是那个嘉宾们都不会同意 然后她可能也就算了 那其实你自己不妨说说看 就是对于妈妈提出的这四个要求 你自己是赞同的吗 人品好肯定就 就是需要的 对需要 然后身高的话 比我高就可以了 没有那么严格 然后 学历我是这么觉得的 我觉得那个无所谓 可是你妈妈要求人家必须的孩子是人家的信你家的信啊 这个问题怎么办 反正我觉得这个 你认识你妈这样做对吗 我是不同意的 对啊 这一点我觉得可能男同胞们尤其不能接受 咱们有那个可能 政策允许我们在生意的话 我们是不是征求南方意见 我们是跟 娘家姓男人是不会容易的 但是你说你们的孩子都要跟娘家姓 我们是坚决不同意的 这个问题我曾经考虑到 但是之所以我为什么要一直这么坚持 我也是有我的苦衷的 我现在我想把我的手冲出来 让大家看看 我也是五十多岁的人 可能给肥妈差不多大 我可能比你长几岁吧 我想请肥妈 你也把您的手伸出来一下 我们大家看看肥妈那个手 一看就是享福的人 嫩嫩的 对白白嫩嫩的 肥肥的 我这个手 看上去就像七老八十的 对不对 那是为什么呢 以前我做生意吧 做小了你着急 你操心 你做大了吧 你压力更大 有的客人他到盘馆了 什么 一根头发 一个苍蝇 你说你给别人赔个笑脸 补偿点 经济损失 那个是小事 遇到刁蛮的顾客 给你大吵大闹 摔桌子 摔碗了 你受得了吗 你整天就堆着那个笑脸啊 赔个不是赔个不是 累不累啊 而且 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他还到网上给你这么一发帖子 你说你这个生意 还做得下去不 人家都说嘛 开店要有孙子心 嗯 对 非常辛苦啊 就是白手 非常的辛苦 我之所以这么坚持 要找上门女性 那就是 我不想 让我的女儿 还像我这样 这么操劳 这么辛苦 你说对吧 我就想 找一个上门女性 她跟我们姓猴家吧 我就心里边踏着 将来我两脚一蹬 我两眼一闭 有个男的 好好的带她 她轻轻松松的 她轻轻服服的 过一辈子 我再苦再累 我值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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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und